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吃力郎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 一匹野马被人类抓获 最终获得自由的电影《小马王》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开拓时期 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的起源 但野马却是西部精神的象征 他们尽情地奔驰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 阳光洒满草原,威风拂过山岗 小马瑞特也在天真无邪中慢慢长大 他和英赛跑,和风静素 像他父亲一样成了群族的领袖 伴随荣耀而来的是责任 他要守护群里小马的安全 甚至要与狮子做抗争 而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 一点火光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瑞特被火光吸引进入了树林 他看到了一些马匹和几个熟睡的牛仔 几人惊醒后发现了这匹好马 并马上向他追去 瑞特的速度快得要多 一时兴起还不忘戏弄一下牛仔们 结果不小心跑到了马群的旁边 为了保护马群 瑞特又转身把牛仔们引到了一个峡谷里 他在这峭壁上奔跑来气自如 没想到却让牛仔的绳子给套住 就这样 瑞特被抓住 离开了妈妈和马群 在路上 瑞特暗暗发誓 他一定会逃回来 很快 瑞特被带到了一个军营里 这里还有许多马匹 却成了骑兵们的坐骑 一个少校看到了桀骜不驯的瑞特 便让人把他驯服 瑞特被剪掉了长发 钉上了马蹄铁 准备给他落上印记时 瑞特却死不屈服 还挣脱了缰绳 接着 好几个人上场都无法驯服瑞特 这时的瑞特 仿佛就是一头野兽 少校大怒 下令把瑞特绑起来 饿他三天三夜 第二天 一个印第安男孩也被抓了进来 他看上去很乐观 还跟瑞特打了个招呼 而到了第三天 少校想亲自驯服瑞特 瑞特虽然以被饿得全身无力 双脚打颤 但他还是不肯屈服 把少校高高地抛了出去 少校恼羞成怒 准备把瑞特射杀 危急之时 印第安男孩偷偷用匕首 隔开了绳子 冲上去带着瑞特就跑 在营地里横冲直撞 最后还撞开了马舅的门 就这样 大群的战马跟着他们逃出了营地 印第安男孩叫小西 还有一匹花斑马 小雨在外面接应他 瑞特瞬间被漂亮的小雨 所吸引 随后 小西把瑞特带回了部落 在这里 瑞特同样被关了起来 但这里的人对他非常的友善 会把马匹当成自己的朋友 更不会鞭打他 小西也看出瑞特喜欢小雨 故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果然不久后 瑞特便拜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他们一起在部落里散步 森林里小河边 都留下了他们欢乐的足迹 这种满满的幸福感 让瑞特有些乐不思蜀 也因为小西友好和善良 瑞特终于同意 让他骑上自己的马背 而小西却打算把他给放走 让瑞特回到自己的马群 瑞特在山坡上与小雨道别时 却发现远处一对骑兵 正向部落冲来 他们马上回去报信 却还是晚了一步 骑兵冲进部落 摧毁了帐篷 并抓走了很多人 瑞特想阻止 却是力单薄 而小西骑着小雨 要去找少校拼命时 却被少校一枪击入河中 瑞特冲上去撞翻少校 救了小西一命 接着他又跑向下游 跳入湍急的河水中 拖起小雨 但小雨已是奄奄一息 瑞特在他身边 整整守护了一夜 第二天还是被赶来的士兵抓走了 这一次 瑞特被送去做苦役 伤百匹马一起 拉着沉重的火车头 伤慢一点便被鞭打 而瑞特时刻想着逃走 来到一个山坡后 瑞特突然倒地装死 监工以为他累死了 便解开铁链把他拖走 瑞特抓住机会一跃而起 并踢断了连接火车头的铁链 马群也得以解脱 狂奔而去 而火车头失去了控制 翻下山坡 向山下另一个火车头撞去 瞬间火光冲天 炸成了灰烬 瑞特也在烈火中狂奔 途中 铁链又被树枝卡住 幸好小西赶来救下了他 并带着他跳入河中逃走 而少校却不肯放过他们 又带人追了上来 瑞特马上拖起小西 又狂奔而去 还在峡谷中戏弄了几个骑兵 没想到 这峡谷的尽头却是死路 他们只得往山顶跑 而山顶也是悬崖峭壁 绝路一条 眼见前屋去路 后有追兵 瑞特突然眼睛一睁 向对面的悬崖冲去 他们为了自由 准备做最后一跃 那一刻 精神的高度超越了肉体 这是信仰的一跃 要么自由 要么死亡 但可以肯定 他们飞在天上的时候 一定是自由的 在他们成功落地时 上校也拦下了士兵举起的枪 面对这样强大的精神 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影片的最后 小西让瑞特戴索了小雨 并与他们申请道别 本片画面精细 无法被束缚的自由和野性 恰被一匹骏马表现得淋漓见智 他所焕发的气质 值得观众慢慢去听 去看 去体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